NEO 了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CVP的阿拉伯比賽 先來看一下大約10點鐘方向的瑪麗人 HART選擇的溫泥 瑪麗人他的挖金速度跟黃金攜帶數量 還有這個黃金的採決時間會再延長一些 瑪麗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雖然沒有三級弓 但是他有飄漢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漏馬或駱駝騎士傷害多加5點 後期的漏馬跟駱駝傷害高達14點 瑪麗人的攻兵路線是稍微能打的 雖然他有強奴 但是沒有三級射也有拇指環 這也算是一個蠻微妙的威名 後期的話主要遠程部隊還是要靠火槍跟火炮 作為主力會比較適合 那瑪麗人的步兵路線是每生一個時代手 遠防會多加一點 所以又有這種瑪麗的裝甲步兵的戰術 但是我是不太推薦的 現在裝甲開局真的是比較弱一點 雖然我們最近有上這個裝甲的會議影片 但是是有些人想選 我們才PO了 但是我是非常不推薦大家使用裝甲開局的 那瑪麗人呢 那我們這邊是看到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奇兵的關係 所以生旅路線也是稍微能用的 因為他雖然沒有騎士思想 救贖思想 異端寫說 該有的全部都有 所以後期的瑪麗人 我個人覺得瑪麗一直都是在T1左右的威名 不是T0就是T1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孟佳人 那孟佳人在右側的位置 大約四點鐘方向 那四點鐘方向的孟佳人 這邊是妮可夫選擇的威名 那孟佳人的特色呢 是每升時代時候 城鎮中心都會多加兩隻村民出來 所以孟佳人到城堡時代 如果蓋下了五個城鎮中心 帝王時代 一上去就是直接加石村 非常可怕 那孟佳人他的打法比較偏效應 工兵路線 大象工兵或是毛相夫都很適合 因為他的大象有三象之力 抗招翔 抗額外增傷 還有攻速加成 攻速加成的話 要點下派格技才會有 那攻兵路線呢 有這個三級射 三級防 強姆兵 但是缺點呢 是沒有拇指環 也沒有安卑人戰術 所以他的相公啊 會稍微弱一點點 但是孟佳人呢 他的槍兵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訪對方駱駝的話 還是要靠槍兵去做為主力 那他的騎兵路線 比較慘是連一般的騎士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用到 機動性單位的話 只能靠肉碼 才可以去做處理了 那他的孫女方面呢 基本上是全滿 但是沒有一端血獸的關係 孫女戰來說 可能會打輸對手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兩邊的地圖呢 是看到黃金在下方 只有在上面 黃金也在前方 附近的位置喔 對於孟佳人是相當不利的 黃金位置在後方跟果子還不錯 但是這裡的後方是非常空曠的 要大圍的話也不太容易防守 所以後方這裡要想辦法把它圍起來 中後期的時候 前期的話還是要先小圍會比較好 要不要直接圍到底 這邊兩邊肉碼互打 看起來 孟佳拉這邊慫了 忽然不想打 感覺自己會輸 這邊先把自己的洞給圍起來 馬力前期的地圖 看起來也算是蠻糟糕的 兩塊黃金都在前面 黃金在後方還行 我就是也偏正前方位置 但是小微來說 比妮可夫還要更簡單 這邊燒個小微 這樣就圍好了 這個小微超級簡單 但是缺點是她的石頭位置喔 比較不好在前方位置 那右邊有塊石頭應該還可以 好 結果這裡要來打塔封 三隻聰明前壓 一上風劍時代先點下了伐木技術 好 這裡一亮王塔蓋好 直接控石頭 孟佳拉這邊也是挖石頭 黑暗時代就挖石頭 這個打法 鬼妙了 難道是要打戰車嗎 欸 左邊又開了一個石頭 看起來就是我要打寶兵了 黑暗時代就開始挖石頭 那要趕快補個市集 稍微買賣一下 孟佳拉人特殊升級手段 一片田都不傻 就要來點城堡時代了 我的天 這是什麼獨特招式 好 這邊劍塔繼續升插 控住了果子 果子被控有點難受 好 這裡稍微一下 讓蠢去開戰一下 把這個劍塔給收掉 這邊補了一個冰工廠 好 這裡又在開挖石頭 哈特有偵察到 咦怎麼還在挖石頭 這不正常 好 裡面有塊黃金 沒有打算要挖 孟佳拉人 有一根城堡的資源量了嗎 還沒有 這邊再賣石頭 換黃金 打你的肉 還不是很穩定 好 這裡直接 劍塔又開隊 對方蓋 建塔的人實在太多 這裡選擇了放棄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根 所以這兩根劍塔 一定要趕快蓋 好 看到對手如此一番決心 哈特表示 好吧 就讓你挖吧 好 那現在要挖一個城堡出來的話 還缺很蠻多資源的 這根劍塔能蓋好嗎 好 最後還是要來蓋一下劍塔 就是要阻止你 把這個城堡給挖出來 好 當然石頭的資源量 其實早就已經夠了 653 好 城堡要蓋哪裡 直接蓋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劍塔能吃到村民 好 不要用塔去預設 後面先撒一些農田 一擊伐木也不點 這是什麼超級ALL IN的配置啊 哇 這個資源非常稀少啊 買賣流 資源經濟很差的 但這邊可以看到 資源量馬力人還是非常領先 好 戰車出來了 現在馬力人生辰寶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戰車在這個時間點 有非常決定性的壓制力 但是戰車依舊害怕毛病 所以這裡要趕快補毛病跟射箭場 好 但是只要切換成近戰模式的話 毛病就會很難受 稍微回頭打一下 現在的戰車 近戰攻擊是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如果單位全部聚在一起的話 戰車的威力士很可怕 哇 又一刀 直接收掉 但是戰車好像快擋不住 右車這個位置 暫時沒有太大問題 農田這裡要趕快撒 那這個打法呢 還是要以不斷村為主 但是這邊的農田的肉量 就只要維持自己不斷村就好 大概撒個六片田或是七片田 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 就是木頭跟黃金要多挖一點 那如果要繼續攻城的話 石頭可能不能斷 待會石頭可能要繼續開採 然後繼續往前插寶 做一個策略 那你前期有足夠多的兵力優勢的時候 再繼續插城堡 對方通常是沒有辦法阻止你蓋寶的 好 連戰車往前變近戰模式開打 聰明也直接拿起 懸套開扁 但是戰車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他是 可以近戰模式 又可以遠程模式的單位 好 後面戰車繼續騷擾 戰車左右兩邊都有 但這個劍塔 投資的很值得 現在孟家人沒有打算要走哪個路線 攻擊力跟射程都沒有升級 反而是先點了一個弓兵鎧甲 稍微耐射一下 提升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戰車這邊擊殺到了四隻村民 好 戰車好像快要受不了了喔 對方的戰毛兵快要成行 好 戰毛二級射提升上去 但是村民一直被抓 只上進來到了七村 戰車流 打法有料 好 這裡回頭想要打下戰毛兵 這裡三 八隻村民要跑了吧 好 再來轉成攻兵模式 下方這邊又在開打 到處都有戰車 好 又抓了一村 死了八村了 九村 十村要拿下 哇 戰車開局 拿十村 戰毛兵 努力的按 沒有彈道學 打得有點歪 再一刀拿下 殘血村民 十一村 好 這裡補了頭十車 沒有 就打算要繼續挖石頭了 看來沒有打算走插寶路線 那這邊就要考慮要不要回弄 要補個TC 或者是要繼續挖資源 速生地王 或挖黃金買石頭 往前插寶 接下來這個特殊戰術的打法 這個田是有點偷啊 只有四片田而已 可能還是要靠買賣 買一些食物 因為田沒有來到七八片田的話 沒有辦法穩定產生村民的 應該是六七片 不用到八片 左側的位置看起來是 九隻戰毛 戰毛兵數量繼續穩定起來 馬力人現在沒有擁有主動血的關係 現在要騷擾 孟加拉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現在要擋住家裡 就已經是極限了 我認為馬力現在這個情況 除了要開TC之外 也要繼續穩住戰毛兵的 量 量也要穩定起來 彈道水也要早點點下會比較好 那現在對方有投資車在的關係 自己也要趕快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出了投資車 或是轉生率也是可以的 那他的生率科技呢 剛剛有講到 基本上是能用的 有這個救贖思想 防止對方投資車 或是招翔戰車 都是有不錯的效果 那要招戰車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尷尬的事 因為他也有這個遠程射程的模式 那他的射程是還好只有四點 所以我是覺得 能招也不能招 因為他跟一般馬功一樣 只要快速往前推進 射掉生率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好 但如果有神聖思想的話 拿來招戰車應該是綽綽有餘 好 現在馬力人 阿特 村民史上來到了十一村 說明書差距被打了出來 資源開始慢慢平衡了 好 現在戰車血量也是有點殘血 好 加力的狀況是繼續上一人 伐木 跟木包黃金 木金流 頭車砸一發 交換 血量趕快補 再砸一發 能夠互換成功嗎 沒有辦法 但是砸到大量的戰車血量 這一波投資車自己是虧了 好 填下了贖罪思想 想要招搶敵方的僧侶 但感覺這個科技不太對阿 應該先點救贖思想 對阿 人家的僧侶現在只有一隻而已 感覺最重要的還是要招搶對方的投資車 好 投資車這邊直接砸死村民 兩村又再次拿下 沙迪數來到十三村 幫我拿下這根劍塔 瑪麗的屬金直接被控住 現在趕快往右挖金了 好 現在孟札拉 村民有點卡住了 稍微卡下人口 有一個房子 開始往外 開始挖木頭 好 戰車開始往右偏移 直到你從右邊開始挖黃金了 好 正面這個兵工場 先拆掉 戰車要來 撞到了 切近戰模式嗎 但是如果切上去的話 後面的四隻僧侶 會招掉有點多的單位 再來戰車也不能說往前就往前 好 瑪麗雙TC開始農起來囉 好 往前 這是戰毛筆 要小心 正女躲一下 收拾車會全部砸光 這條車 投死車有先手的優勢 也發 投死車來不及 招翔道 最後是招到了一台投車 好 招翔道 投車回頭打一下 投死手掉 哇 一換二 這個生女直接 換掉了三台投死車 不虧 但戰毛兵已經開始被戰車往上貼臉 雖然戰毛兵打戰車很痛 但是變成近戰模式的戰車 戰毛兵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哇 這一波戰毛死傷慘重 這裡直接大爆砍 孟佳人這一波拿到了非常巨大的優勢 好 上了一個防護力 戰車打出如此好的戰績 在綠綠解決完之後 戰車就不怕了 右邊又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孟佳人這一套 頭車戰車流 再配上一些生女 完全不需要靠肉 所以打得是蠻漂亮的 好 瑪麗人現在家裡有點尷尬 一片荒芜 再重點是石頭能不能開採起來 有石頭的話這裡是蓋根堡 超可能守住 但是也感覺來不及了 只要讓對方一過來 戰車還是可以透過中間這個位置 直接斷掉左臥兩邊的經濟 上花這個石頭 再不趕過去踩的話好像都沒機會 他如果開採的話好像也不太好防守 瑪麗人這邊最好的打法 可能是要配駱駝 用駱駝打架 或是轉出飛刀努獵手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要斬吃 被刀努獵手的話 還是需要城堡 卡特這裡資源上被控 前方的石頭沒有開採的關係 城堡暫時出不來 上方的城鎮中心努力修復 也可夫現在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去控住人家城鎮中心 待會就要開始轉成戰車模式 往前開打 從城沒有打傷要繼續補 現在斬驢繼續補需數量 要斜站進戰模式了嗎 在進戰模式繼續裡面開砍 守不了了 但是這時候有劍塔好像能守住 這些劍塔只能塞五個人 剩下不能躲著村民開始被爆砍一波 尼可夫的村民樹開始遠遠拉開了 49對69 兩邊村民樹越拉越遠 這一波上去之後 這跟城鎮中心可能也要被拿下 TC沒多少人是在射箭 後面導想又遭到了一隻戰車 戰車想要回頭反殺 但是城鎮中心沒了 現在單TC四四村對七十村 戰車投車流 沒想到 好 這個作戰方法又被拿出來用了 但是前面打的是相當驚險 好這裡搞掉 好後方要稍微把戰車拉回家 三台投石車 繼續攻城 我是覺得瑪莉應該是沒救了 現在孟加拉3TC開始農了 果然阿德打出了拒絕 就算生旅可以繼續出 但是對方這麼大量的戰車 加上村民差距 要反打回去是不太可能 這差距太大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孟加拉人 拿到木材黃金石頭上的勝利 食物快要輸了一倍 但是木頭跟黃金的量是非常可觀的 那這招打法 讓大家想要練一下孟加拉戰車流的玩家 可以嘗試看看 只要木金 你甚至前期也不用灑農田 直接升城堡時代 戰車一出來 可能你就有機會反殺對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接下來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